受了寒冷有影響 加上秋冬季節 高雄位在背負面擴散條件差 今天接近中午的時候 高雄十二個空氣品質監測站 一度有八個都呈現 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燈景色 而空氣品質差 也讓嘉義跟高雄昨天晚上 都有網友募集到紅色月亮 氣象觀測人員表示 這是因為空氣中的懸浮粒子多 才會讓月亮看起來偏紅又平安 元旦廉價第二天的高雄 出了大太陽 但望向遠處 還是稍微有點灰灰烏烏的感覺 打開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站 二號上午十點左右 高雄近有八個監測站 都呈現對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燈景色 秋冬季節 我們位在背負面 擴散條件比較差 但是隨著午後海風 進來之後 進到我們高雄市區之後 目前在下午一點左右 就是還有五個客棧 是屬於橘色提醒 環保局表示 高雄的空氣品質 在下午三四點左右 能恢復到黃色普通品質 而南部這兩天空氣品質不穩定 也讓高雄及嘉義民眾 分別募集到紅色月亮 其實他一開始看到的 不只有這樣 他開始看到的是更紅 整個是越是火紅的球一樣 紅月亮讓網友一度認為 是不祥之兆 但氣象占用科學角度解釋 月亮較靠近地平線時 光經過較厚的大氣層 到達眼睛的過程 會因散射原理藍光被散射掉 所以看到的月亮會偏紅 若空氣懸浮粒子多 月亮就更偏紅又偏暗 昨天晚上確實數值偏好 偏高的意思就是代表說空氣的懸浮粒子 比一般的時間又再高了一些 所以散射的情況就又更嚴重 所以就又更偏暗跟偏紅色 正逢二零二一元旦卻看到罕見的紅色月亮 讓不少民眾覺得太過巧合 不過氣象觀測員表示 這其實只是一種自然現象 民眾不用太過恐慌 記者陳歡與陳顯坤南部綜合報導